大家好 我是皮特 今天我們很早就上山 那現在這個地方海拔大概1800左右 算是蠻冷的 但是可以看到後面有這個很大陽光 因為我們今天要找的這種蛇呢 就牠 牠呢是白天在活動日行性的 白天會出來曬太陽 那我們剛剛早上其實都沒有看到 然後到中午 到一兩點的時候我們準備要走的時候 牠剛好從零到爬出來 那很可能是曬完太陽要回去了 那這隻呢就是 我覺得是台灣蛇裡面 數一數二漂亮了 因為牠的顏色 非常的鮮豔 非常的漂亮 牠就是台灣的赤戀蛇 這種蛇呢 牠其實是毒蛇 不過呢 因為牠的性格其實普遍非常溫馴 所以牠在台灣呢 都沒有 這種 咬傷什麼的紀錄 那這隻呢 牠真的非常乖 所以我才能離牠這個距離 不然一般呢 我們看到蛇千萬是不要靠這麼近 那 牠非常漂亮的地方就是 可以看到 牠的脖子 是黃色 有一個黃色的 這個 頸帶 然後往後延伸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橘色的斑塊 然後牠的身體本身是這種 黃色還有黑色 間隔的 所以牠有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對比色 真的非常漂亮 這個 橘色的地方 超漂亮的 然後呢 牠是日行性的蛇嘛 所以可以看到這種蛇 牠的眼睛就會 非常大一顆 從側邊看就可以看到 牠有一個超大的眼睛 眼睛大的時候呢 看起來就很萌 很可愛 這隻呢就是 台灣的赤戀蛇 牠呢在這麼高的海拔呢 刺的東西就比較少 像這個地方呢 可能就只剩下一些青蛙或是蠶蠟 那這個呢就是牠的 蛀絲 超帥的吃電子 牠現在很乖喔 好簡單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 친구� 幫你發現 我們 我們 Alright ikel